1月16号,14时去,一辆满载着菜心等近6吨蔬菜的货车缓缓驶离 位于四山省德阳市永泉村的东升农场 这批蔬菜将进广州运抵香港,并在两天后出现在香港市民的餐桌上 当日,记者走进该农场看到 1000亩的菜地里有菜心、豆苗、西兰花等各类蔬菜 一条水沟旁的菜心地里,近20个工人正采摘着符合标准的菜心 据悉,这些菜心将在近几日内陆续被采摘、运输 为鼠年春节期间香港蔬菜市场供应保障出一份令 东升基地是2006年6月份在四川省德阳市永泉村间的厂 然后我们自己的自主基地是有1000亩核心管理区 然后我们还有50多家合作社,我们大概有3000多亩 我们是属于合作关系 然后我们还有带动了当地很多的一些这种大型的种植货 然后我们现在的工人最多的时候应该是在200人左右 然后我们常年务工的呢,有一百多人 洪娟告诉记者,他们主要种植粤菜系的绿叶类蔬菜 全年种植品种有近50个 永泉村63岁的种植大户王道生家主要种植豆苗 并固定通过东升农场的渠道将自家的豆苗卖到香港、欧盟等地 家里的收入较合作前翻了一番,不仅钱包鼓了起来 这位种了大半辈子菜的老人还无比骄傲 我们这个地方因为主要是水质好,空气好 土地没有污染,水没有污染 房间条件十分有远 所以对种植这个卤色蔬菜是十分有利的 放心使用的第二问题 近年来,四川加大与香港、澳门两地的农产品贸易往来 特别是加强蔬菜供港、共澳合作 2015年,四川农业部门在与澳门民政总署合作开展 四川共澳蔬菜可行性研究项目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 于2017年5月启动推进四川蔬菜直贡港澳试点工作 目前已经确定成都市皮都区等11地 为川菜直贡港澳试点基地建设县 成都海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三个流通企业 作为执行公司,采取市场加流通公司加直贡基地利益连接方式 推进四川蔬菜直贡港澳工作 我们整个贡港澳的蔬菜的话 大概是在1300到1500吨 其中里边应该有超过50%是白萝卜 然后还有30%左右是大白菜 就是10%到15%的那个西湖瓜 然后还有剩下的就是一部分窝损 包括吃菜性的这些品种 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该省共有涉港澳出口蔬菜备案基地26个 总面积32150.84亩 共有蔬菜出口备案加工厂37个 以食用菌野生菌加工为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